美国国务院29号证实了批准对台14.2亿美元的军售案件 当然这是川普上任以来首次对台的军售 一共就有7个项目 包括的是早期警告雷达的技术指导 反辐射飞弹 鱼雷跟SM2的飞弹临界等等 但外界认为美国这时候同意军售 势必会激怒中国大陆 也再度挑动了美中台三方的敏感关系 爱国者二型飞弹直冲天际中科院在台东进行拦截演训 最近又传出了我国军备要增加胜利军 美国国务院批准对台的14.2亿美元 大约是台币433亿的军售案 这可是川普上任以来首笔对台的军售交易 这些军构也体现了美国在重视 而且也遵守了台湾关系法 还有对台六项保证 而且提供我们国家士族士切的防卫性的武器 这不但对于我们国家的安全 对于区域的稳定都有实质的帮助 不论从军事或者是政治上来讲 这个军售案的宣布都代表台美之间的军售 军事合作关系非常稳固的 而且是继续往前迈进的 那从军事的意义来看 很清楚的 这次的项目包括了反潜的能力 嚇阻的能力 不对称的能力 以及征收的能力 所以也满足台湾现阶段 在这个所谓重臣嚇阻 这样的一个概念 这一次的项目来看 其实并没有比较突破性的地方 比如说像F35之类的这一种 那倒是它的时机点 比较令人玩味 是不是也借此 要给中国在于北韩问题上面 给予更大的一个压力 还有未来之间 中美之间的这些贸易问题等等 这笔对台军受案 一共有七个项目 包括早期警告雷达的技术指导 反复射飞弹鱼雷 和SM2的飞弹零件等 但就是没有台湾想买的F35战机 美国不卖的原因也有很多 未必是单一哪一个因素 但是我想既然有现阶段 阶段性的得到这些产品 那未来我相信我们还会继续争取 更多更先进 更好的一些军事物品 美国这时同意军售势必激怒中国挑动美中台三方关系 不过对台军受爱 目前尚未正式通过国务院 已经通知美国国会 议员将有30天的时间 可以否决变数考量 仍得谨慎一对 欢迎新闻 严峻强李佳化台北报道 然后再出道 继续 好 适合